意乐学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 我会向你们展示 如何制作这款超酷的交互式3D智能手表 然后我也会分享 如何把这个3D智能手表 使用在Framer网站 让你的网站能够更加吸引顾客的眼球 所以 记得观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学会制作一个3D网站 首先 我们将会使用到这个3D建模网站 它叫做Spline Design Spline是一个专门用来制作网页3D体验的设计工具 你可以在里面建立或汇入几何模型 调整模型的材质与样式 还可以用来制作互动动画 而且可以一键汇出成网页使用的档案 在价格方面 Spline提供了一个免费账号 让小白用户都会尝试去使用的机会 而就算再收费部分 它的月餐订阅配套也不会太贵 每月只需9美元 你就能开通完所有的功能服务 也包括有AAI功能的服务 在注册户口并登陆进来后 如果你还没熟悉它的工具 我建议各位可以先观看它们的教程视频 另外在素材库里 它们也准备了许多3D物件 供你使用 那我会直接创建新的文档 进到来编辑后台 我们先把这个默认的四方格子删除掉 下一步 我们需要导入一个3D Apple Watch物件 在左上角的汉堡图标这里选择Import 然后再选择3D Model 我们就可以从电脑上传3D物件 我这个3D物件是从这个网站 sketchfab.com来获取的 你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找出你们想要的3D物件 这里的3D物件 很多都是可以免费商用的 像我这个物件 非常感谢这位用户 做出了那么逼真的3D Apple Watch 在你们注册户口后 在这里点击Download 然后选择其中一个文档 像我这个3D物件 文档是FBX 我先把物件放大 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看清楚它 每个部件 现在你看到是前面的角度 我们可以随时旋转镜头的角度 你只需长按Option按键 如果是Mac电脑 或者长按Alt按键 如果你使用Window 在左侧面板上 你可以看到 这里的所有部分代表着手表的每个部分 那首先 我们先编辑表带的部分 在右侧面板上 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属性功能 可以进行调整 在Material部分 我们可以先给这个表带 换成黑色 然后上面有一个 Lighting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100 这样会让这个物件带有高光 并赋予其更真实的外观 现在这个表带 看起来太过平滑 我们可以添加Noise 来增添视觉细节感 点击这个加的图标 然后在颜色这里 就可以选择Noise的功能 之后 点击打开Noise的属性功能 在Scale部分 把它的参数调整至0.001 之后 在这个图标里 选择Multiply的混合模式 现在你可以看到 表带上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噪音效果 好 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个Material 添加进素材库 以方便之后 我们使用同样的材质 只需点击这个图标 再点击加号 然后置放一个名称 我们就完成保存 下一步 我们选择Glass层面 然后在颜色这里 把它转换成Glass 玻璃元素 在下一个 我们选择Screen层面 Screen这个部分 在原始的文档里 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把它移出来一些 不然你的图片 会变得很模糊 同样 我们也是在颜色这里 把它转换成Image 点击这里 之后在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上传任何一张图像 来与你的屏幕匹配 那我已经做好了 一张手表的屏幕图像 放了图像后 整个真实手表 模样就呈现出来了 接下来 我要把两个Case的颜色部分 换成与我们刚才加入 素材裤的皮带颜色一致 手表部分大概调整好 那接下来 我们可以调整定向光 先点击Reset镜头位子 在默认的模式下 这个定向光是在这个位子 你可以自行移动看看 哪个光线角度 是你满意的 如果觉得光线不够明亮 可以在Intensity进行调整 过后 我需要复制多一个定向光 然后把它移去另外一边 之后我们再来复制多一个定向光 但这个 我会加入事件场景 我们让这个光线 会跟随移动指标来移动 在右侧 这里选择Event 然后只需选择Follow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点击这个Play图标 你就能看到 这个光线追踪效果 但是目前移动滑鼠时 只看到光线移动 但手表并没有跟着移动对吗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整体的物件 然后添加新的事件 之后在选项里选择 Look at事件 再次按Play 现在就能看到 手表也已经一起跟着滑鼠移动了 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形状 来填充背景的空间 我选择Thier物件 把它移动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在Material这里 进行调整元素 我会在颜色选择Glass 过后光线调整至30 我们可以继续复制 多两个相同的物件 然后调整位置和尺寸 背景颜色 我们也可以更换 你只需在物件之外的地方点击后 在右侧看到BG Color 就可以更换你喜爱的背景颜色 现在再次点击预览 那如果这是你满意的3D呈现效果 现在我们来进行对接 进入Frame网站 我们只需在这里点击Export 之后 它就自动生成了一个链接给我们 到这个部分 我们暂时把它放一旁 现在我们进入Frame网站 Frame是一个AI网站设计平台 它可以根据你的设计生成代码 简化了网页设计的过程 你只需要输入文本描述 就可以自动设计 排版 升程和上线网站 那它有什么功能和特点 这里我就不多说 登录进来后 直接点击新创文件 我们先把宽度增加到1440px 然后在Layout选择Frame 把它拉到边上 过后在Insert部分 搜索Embed 在拖拉进化部里 同样先把尺寸拉满到边上 现在我们回去Spline网站 复制这个URL 然后在Frame下面这里 可以看到有Embed Link空格 粘贴刚才的链接 大概等一个几秒后 在你点击Play图标 我们能看到 现在就已经把刚才所制作的3D图像 成功置入在Frame的网站上了 如果觉得太单调 我们也可以添加文本 让用户一登录进来网站后 马上看到产品的重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在制作过程 有面对任何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我会尽量地帮你解决问题 也希望如果你是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点赞 分享或订阅异乐学的频道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